他的日文就是痴女 是在摸男生的 对 就是我觉得有有这样子的人 我们台湾就有一个 他是很知名的人物 就是小S 你不觉得他没在摸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景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雷萍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嗨 每次都这样子 你今天尾瑶好像蛮多收获的 还不错 而且我这两天也有一个不错的收获 就是我们的节目 又有赞助了啦 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又看错了 可是那个信就来了 所以我们收到了一笔 时尚最高的价钱的赞助 怎么会这样子 他是他我们要把他叫什么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收到他这个信的时候 我就是先看到那个价码 我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就是直接这样子汇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呢就是我看到他的一些个人资料的填写 好像真的有点是在乱填的 123ABC什么的 然后可是他的地址啊 就有关键字是金门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金门人 可是他后面的那个地址名称叫做不是金门 到底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 我们就先把他叫做金门好心人好了 对 然后他这边下面有个备注的地方 他就写下了赞助的理由 这个理由真的是让人百感焦急 他的这个理由是 被曝干录Podcast的诚意感动到 可是我们马上就要背叛他了 对我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们下礼拜开始 因为我们真的干快要破掉 所以想说那个下礼拜开始就不是日更这样子 但我们还是很有诚意 毕竟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地 对因为你就说你要看完这部片 你才要来分享嘛 对 对啊 所以就是 谢谢金门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说我一定要看完电影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没有看电影就讲的话 基本上我完全不能进入 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对听众是很不好的 对 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坚持 所以目前的日文情境小剧场你每一部都有看哦 就是日剧啊 日剧就是也许有看过 可是我很久没看的 我没有为了节目再重看一次 因为我觉得日剧倒还好 日剧你只要 因为我们不会整出剧都讲嘛 你只要跟我讲一个场景 也许我就看那个场景就好了 也是也是 可是那个女人不妥协你就没有看吗 对 不过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电影的话我能看就看 对 好啦那就是这部片就是在讲说 在那个车上遇到色狼的故事嘛 我先讲一个就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的一段往事 就是啊就是我以前在新竹的补习班上日文课嘛 然后有一些课程是外派的 要外派到竹客的公司里面去上课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会开车也没有车子啊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补习班要求的那个通勤的方式 就是还蛮漫长的 就是必须要先坐公车到老爷酒店那边 然后再换汽车车 对 然后上完课之后是搭汽车车回到老爷酒店再坐公车 真的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麻烦 可能是要省成本啦 是在新竹吗 对对对在新竹 那就是有时候我会因为下课的时间 跟其他老师有点接近 虽然是不同公司上课 可是有时候可能会碰到同事 然后在那个一样的公车站牌等车 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日本人 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最近在那个公车上面遇到一点事情 然后因为他就是算是异乡人嘛 就是非常的紧张这样子 他就是在车上遇到了一个乘客 然后那个乘客呢 就是一边看着他一边打手枪 一边回头看这样子 可是他也没有露出什么 他就是做那个动作 然后很明显就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也没有非常的近 也不是坐旁边 但是就是可能就是不远的前面或后面这样子 但是可能就是不远的比方说斜前方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他不太对劲这样子 然后也是可能蛮多次的才发现说 这个男生很奇怪这样子 可是除了这个事情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那个车子他并不是很拥挤的状态 他就是一个空空的可能就是八九点 然后不算是个热门时段 如果是热门时段大概就是四五点 就是高中生很多的时候挤在车厢嘛 然后不知道那个男生是不是因为有观察到 这个老师他都会在这个时间等车 所以他就跟着上车这样子 然后可能连续好几次 然后后来这个老师就是有次遇到我 他就说老师黄老师我遇到这个事情 这样子 然后我就真的就亲眼目睹 我也看到了这样 那时候你跟他一起在车上 对因为我们是同 我们是搭同一班嘛这样子 然后我就天哪这太恐怖了吧 因为我觉得 那还有笑吗 笑 那个男的 就是一个猥琐的样子 猥琐的样子是怎么样 就是似笑非笑 就是你有看到吧 我现在正在嗯嗯哦这样子 那他没有露出他的根 就是他是伸在裤子里面吗 要打应该还是要露出来吧 嗯不一定吧 哦你是说在裤子里面磨蹭哦 他可以伸进去 对你就是伸进去 我不太确定 我没有仔细看到那里去这样子 但是我知道他在干嘛这样 嗯 然后我就觉得 以我来说 你就是大声的说 有怎么掏出来啊 哈哈哈哈 我想这样激怒人家啦 哦那个时候还没有 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 就他就掏出一根牙签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智慧型手机 还没有那么风行 好像还没有开始普及啦 就是大家的手机 就是那种传统型的这样子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不能够当场录影啊 干嘛 然后就是可能老师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啊 就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你可能就是直接录影 然后就是爆料公社啊 然后再请那个什么 公车司机直接开到警察局 就直接就是把他丢下去就好了嘛 嗯 可是当时那个老师他可能就是 虽然会说中文 可是他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 在台湾遇到色狼的状况 嗯 再加上他是一个人来台湾工作啊 哦 他当然是一个人住 很害怕 对 然后就是最恐怖的是 后来有发现那个男生有跟着他下车 啊 然后就知道他是在哪个补习班工作了嘛 也就是说 搞不好他就埋伏在附近 等他真的下班之后就直接到他的那个 家里面不知道要干嘛 反正总之就是一个非常 有想象空间的一个男子这样子 嗯 对 那如果假设是你同事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怎么办 我就说赶快踩阵啊 譬如说偷拍啊 对你刚才说没有智慧型手机 对 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 现在应该就大家都人人都可以当那个了 收证的人 对对对 然后当时就是补习班 因为他也没有实际犯案嘛 所以就是只能备案不能报案 嗯 那补习班最 最积极的做法就是直接帮他 就是他 因为其实他有跟着进电梯 到那个补习班 啊好恐怖 嗯 然后就是有有截图 就是那个 电梯里的监视器的那个 的那个图片 然后就是又把他的那个照片印出来 然后就说 大家请小心这个人物这样子 哎 他会不会知道是 你那个同事是日本人 然后他对于AV女友比较有遐想 所以他才这样子 如果是别人 应该不会这样 为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看到是日本人就会有遐想 有可能啊 其他女生也不会吗 嗯 就是有可能他有特别的国籍的偏好 哦 我不晓得 我在猜测啦 嗯嗯嗯嗯 对啊 可是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 如果说男生的那个抽屉里面 或是低槽里面有一些迷片 或者是一些Aman A书啊 就表示他是一个 有犯案动机的人吗 并没有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看那个我们是我们是会分得开的 那个就是纯粹的自己的一个Pologize 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好像是他是有连结的啊 就是哦因为我看了这个所以我喜欢这个国籍的女生 就像是你喜欢你特别喜欢金城武是一样的啊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你就会 我就会说你都喜欢混血 日本和台湾的混血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我又没有对他意赢 你有对新美式的消防人员意赢 对啦是啦 可是怎么讲嘛 哎呦 你曾经这样讲过 但是金城武不是新北消防的那个消防员 总之我就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说非常可怕 那后来就是虽然说悲哀 可是也是没有实际上对那个男生有什么作为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真的是自掏腰包 然后去买了一个那个什么芳朗喷雾 就送给那个老师 哦 然后就说希望你不要有机会用到 但是这个给你用这样子 嘿 然后我自己 我现在是满意松衣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 嘿嘿嘿嘿 所以我后来就带着 还在吗 没有后来就是整理东西就丢掉了啦 对然后我觉得他这个老师他一定是非常感谢我的 但我也非常可以理解 他其实很快就离开台湾就回国去了 哦 因为很恐怖啊 就是我觉得可能直接就是 可是我觉得日本痴汗更可怕吧 我是不知道啦 因为我觉得日本日本痴汗 在一些就是漫画或电影的形象 就是很升值人心啊 所以会觉得台湾 我反正觉得台湾好像 我我不能这样讲啊 因为我没有遇过啦 对啊 就是不知道 可是我回到这个我这个案子来说话 就是看斜眼看女生打手枪的话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就是我不知道 如果他最正确准是看着女生在打手枪那当然是有问题的嘛 但是如果是他可能只是呃就是 譬如说他闭着眼睛 然后就是他没有要对谁 他只是只是活在自己的一个幻想的世界 嗯 好像只能说他妨碍风化 可是如果他没有掏出根的话 他没有掏出那一根的话 其实你也不能说怎样 就是 对啊 就是只是说他这个动作如果太过于夸张 让大家不舒服的话 真的是妨碍风化 嗯 对啊 OK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跟色狼很有关系的片 对 叫做 弦猪手势剑步 那这个弦呢是弦一犯的弦 嗯 不是那个东西很弦的弦 诶他这个片名取得不错 我觉得很不错 他的日文片名很有意思 叫做 それでも僕はやってない 嗯 それでも的意思就是 即使如此 就算是这样 僕は 僕又出现了哈 就是我 男生的我 やってない 就是没做 嗯 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没做 哦 就是一个被诬告的人的自白 对 我说这部片其实我们两个之前就看过 嗯 对 但是为了这一集我们再重新看一次 对 对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看就已经觉得非常好看了 但是的确是一部要很专心 然后要精神好一点的时候看 对对对 对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漫长的诉讼过程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它算是处理的蛮平易近人的 就是不会特 而且算节奏也掌握的蛮好 不会让人觉得很冗长 或是怎么还没有结束 对对对 不会因为它的那种就是法律的用词什么的 你还是要精神好一点的时候才看 所以你今天不给我交法律用词就对了啦 你要交可以 但是我尽量是希望可以稍微短一点 OK好 那这一部电影就是贤猪手事件部的导演叫做周房正行 这个导演呢 他之所以会拍这部片呢 是源自于一个案件 就是一个色狼 然后就是被诬告之后 然后后来就是直接一直上诉 然后直接到最高法院去 最后终于获得无罪释放的一个案子 然后让他非常的震撼 所以他这部片是就是完全是改编那个案件吗 应该不是改编 但是可能就是有很大量的这个灵感来源 是来自这个案子 这样 对那当时这个周房正行导演 他并不 他并不懂法律 他就是完全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他当时是为什么要会有这样的判决啊 如何上诉 如何最后获得无罪释放 他并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就花了三年去研究法律 然后就旁听就是大概20个案子的这个 诉讼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然后呢就拍下了这部电影 是在2007年的时候上映的这样子 他就揭开了司法是多么的荒谬 然后为这个日本社会投下一个震撼单 嗯 好 那我先说一下当时这个原本这个案件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有上危机百科的一个案子 叫做西武新宿县第一事件 它是发生在2000年的时候 12月有一个未成年少女A 指称她被色狼猥亵 然后呢就说就是电车上的某个男性B 抓住了这个女生的右手手腕 然后用来摩擦这个男生的阴巾 然后男生就被逮捕 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做啊 可是检察官把他起诉了这样子 然后呢检察官一开始是求刑一年六个月 可是这个男方的辩护律师就觉得说 这个被害少女并没有完全看见色狼的犯行 他直接就是呃是真的是拿他的手去做这个事情 不知道是真的是那个人吗 这样子他并不能够确定嘛 所以就是辩护律师主张这个男生是没有罪的 然后过了一年就是2011年12月的时候 法院宣判这个男子有罪 徒刑是一年两个月 后来这个辩护律师持续上诉 又过了一年又大逆转 因为法官认为被害少女的证言 虽然说是可信度很高 可是并没有可以完全作为断定被告 就是犯人的那个窃缺的证据 所以宣判无罪 嗯 就是以这个案子为立即 所以就是这个导演就拍了这部片 就是呃 贤猪手事件部 对 对 嗯 好 那这个电影我就先说一下 这个男生 男主角是加赖亮眼的 嗯 他饰演一个男生叫做 呃 金子侧平 好 就是 金子侧德贝 这个男生 他是26岁的 核丽塔 核丽塔是非特族的意思 你知道什么是非特族吗 不知道 非特族就是那一种 呃 没有正职工作 可是他也是有做一些简单的打工 或是有做可能是约聘制的工作 或是那一种呃 就是签约制的那种工作 嗯 虎口的 那因为他的薪水不是很多嘛 而且就是在日本社会里面 他算是那种不太光彩那种工作形态 嗯 就不如那种这个正式生涯来的 有价值的感觉 所以通常是单身男子 单身女子 或者是那种必须要住在家里的那种 那种人才有办法 才是这样子的身份 好 那有一天他就是要去面试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面试的机会 嗯 就是搭上了一班非常非常涌起的电车 对 有多涌起呢 他那个涌起的趴数是两百五十趴 这是怎么设定的 对 就是他那个涌起的程度啊 如果说大家有在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如果有在那个通勤时间搭上电车的话 如果是涌起大概就是顶多就是可能 呃大家都贴紧了身体啊 然后可是至少还可以看报 看书什么之类的 嗯 可是两百五十趴是完全动弹不得 不能动 甚至是就是门要关起来 然后必须要请战务员 把最后一个人推进车子里面 哦 我知道 有些那种就是 有些照片 他就是那种 东京在通勤时间的电车 就是有人就是整个脸贴在那个玻璃上面 对 我记得是一个香港的摄影师拍的照片 我觉得太可怕了 超级凄凉的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会很有感觉 因为其实 当然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没有在那个时间出门 嗯 但是我曾经通勤过台北 嘿 然后我觉得台北通勤时间就 也是很紧 可是没有到那么夸张 可是有时候是假日啊 从台北回来 如果我选择到那个搭电车的话 就真的就是这么紧 好可怕哦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就宁愿我就是花一点钱 就是去可能呃 坐那个高铁还不会这么紧 哦 对 所以你会特地为了这个事情而 买高铁的位置吗 嗯 对 我宁愿 我宁愿花多点钱 确实 确实 因为我觉得 挤车实在是 对 而且 因为这样子被判 就是被那个误认成色狼的话 不是非常随吗 台湾好像比较少见嘛 诶 我觉得日本的A片真的是很奇怪 每次我看到那种吃汗相关的那一种 骗人的吧 怎么可能啊 就是就是在这样子乱摸之后 然后还把人家衣服全部脱光 还可以做一场 那当然是假的啊 你在想什么 当然是假的 我就觉得 这完全不合我 我跟你讲 A片的世界就是拍出人的想象 可是这个想象是无罪的 就是你不能说 因为这个人 他家里有A片 然后他在看这样子的 你就觉得他有这个动机 因为一般正常的是分得出来 那个是想象 对对对 对 然后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想象 所以他才会 因此的他会在那个世界被满足 他不会在现实生活 就是真的做出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 迷片是合法的就对了 当然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嘛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 只要不要去 就是诱拐未成年 然后去拍那种 像恩浩仿 那样子的做法 是非常不好的 对对对 我觉得合法的途径管道 我觉得就是性工作者 或者是A片 AB女友什么的 他们都是在工作 他们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 对对对 没有错 可是呢 这个本片的男主角 就是金子侧平啊 他就是在这个车子上面 就是被误认是吃汉 吃汉的日文就是 吃汉 吃汉就是吃汉 吃汉就是吃汉 可是我每次看到这个 吃汉这个字啊 总觉得好像有那种 这种色老头 然后有点流口水 然后有点什么喝醉酒 醉续续的那种 异象跑出来 可是其实 他不是 他不是有特定 限定年龄的 就是不是说中年男子 才叫做吉刚 总之就是 他做一个事情就是 违反那个受害者的意愿 进行性骚扰 或是猥产行为的人 嗯 那你知道女生的吃汉叫什么吗 不知道 叫做奇鳩 他的日文就是吃女 哈哈哈哈 是在摸男生的 对 就是 就是相对于吉刚 然后因为我想说 就是吃女什么意思 因为我就看到 想看这样子的谜片 我觉得 有 有这样子的人 我们台湾就有一个 他是很知名的人物 就是小S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觉得他每次通摸赵又婷的这个胸部什么的 他就是 我觉得他的行为 就像是那样 就是 特别的 特别喜欢 就是 肉欲 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怎么 这样怎么讲啊 就是 有点侵犯人家性自主权的感觉 可是他那节目效果啦 对啦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 一个吃女的形象代表人物 这样子 好 那就是 因为那个什么 金子车平台 为什么会 就是被误认 他是吃寒 他就是因为 他就是中途有下车 因为他觉得说 他原本是要去面试 然后可是他就想到 诶 我是不是没有带我的 那个 履历书 然后他就下车之后 然后又匆匆忙在上车 结果因为就是那个 250% 那个拥挤度 所以他就是 被那个站务员挤进去 那他就 那时候也没有想过说 里面还有谁嘛 可能就是刚好就贴到了一个女生 是一个女中学生的身体 嗯 然后他的外套 就是后方的这个一个小部分 衣角啊 又被门夹住了 他就是很急的想要把他扯开来 这样子 可是怎么样扯 都怎么样拉 都没有办法拿出来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动作 就影响到了周边的人 这样子 他影响到的其实是那个 他右边有一个女性 对 那是一个 那个OL 就是那个女性的分领组 对 然后可是因为这个金子车平 他发现就是有给别人造成困扰 他就说不好意思 可是呢 他没有想到说 尤其是他可能这个动作也造成另外一个女生 就是他的正前方有一个 大概是155公分的一个女中学生 不是他那个动作 其实他那个动作不是会影响到他前面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要讲说 可能是因为那个动作就是造成了他其他人的困扰 然后那个女中学生就是他前方的一个女中学生觉得有可能是什么人对他做什么事情 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的手就伸进了这个女生的裙子 然后就是摸他的臀部这样子 但不是不是加赖量 对并不是加赖量 可是呢就是因为刚好他就刚好是站在正后方 所以呢他就是觉得是他 那等到这个那个车子到站之后 对 那个金子车平他就直接下车了嘛 就想说那我现在赶快去我那个面试的地点 虽然说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履历书 没有带 可是再折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他就匆匆忙忙准备要去那个面试地点 结果就被那个女学生抓住 就说你是不是刚刚偷摸我这样子 然后就是他说我没有啊 然后身边就是附近有几个乘客 就是在问他说是不是你怎么了呢 是我需要协助你是不是 然后这时候站务员就靠近 说哎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吗 那如果有什么需要说明理性的话 跟我到这个站务的站务员的这个办公室一趟 好好的说清楚 那金子车平觉得说既然要说清楚 应该说清楚就没事了吧 没想到就开始了他被误解的这一段过程 嗯 对因为他一进去那个办公室之后啊 然后其实他们就是站务员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敷衍了事 就是说就直接找警察来嘛 然后呢刚刚在我们说的那个坟领组 就是被他影响到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金子车平有跟他道歉嘛 然后那个OL他也有就是到那个站务室 对就有说呃就是刚刚这个男生他的外套被就是门夹住 对他不是色狼 对对对 可是他一讲完这句话之后那个站务员就说好 那就把那个门关起来了 就把他挡在外面 对然后那个女的也是就走了 对 所以等于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证人 对这个人叫做 可是在这个时候没有找到 对那这个人他是一个目击者嘛 对 目击者就是目击者 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关键的证人 可是呢他就消失在人海里面了 因为他被挡在外面 他就只好摸着鼻子就走了这样子 对 对那 好衰哦 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加赖亮这部电影 他在里面真的是 我觉得应该是史上电影里面最 最无辜的一个一个人 其实老实说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 就是这么多的这个官司的那个场面啊 我都有点搞不太清楚 到底他有没有做了 因为他就不停的陈述这个事实 我就是没有啊 我的手当时什么 是什么位置啊 然后站的位是怎么样啊 可是我是为了要把我的外套拿出来啊 可是因为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会有人去质疑他说 那等下到站之后门就打开 你为什么也一定要硬把它拉出来 什么什么的 他是必须要不停的重复 至少几十次吧 然后就是如果说有个新的辩护律师要接他的案子的话 就要再次再重生 对他最后他的火都会上来 就是会说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 对 我没有做 对对对 对 那终究他还是被逮捕了 他还是被逮捕了嘛 对 那可是他觉得说他并没有做啊 这是他觉得他是 是没有罪的 是没有罪的 可是别人套一个 就是一个无望之罪 就是根本就是觉得他有做 可是他并没有做 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没有事实 没有根据凭空捏造的罪 套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这是一个 就是 就是刚提过的那个 就是冤遇 冤罪的意思 可是呢 他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停的否认 说我没有做 我没有做 否认就是 他就是一直觉得说 自己没有做嘛 那的这个发音 刚好这个发音跟避孕 就是避认 认是认生的认 这个字 是一样的发音这样 我觉得蛮好笑的 总之他就是不停的否认 可是呢 我们就想说 那否认之后 应该就没事 就可以回家 没有 就是如果你没有认罪的话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就是嘛 其实给你一个 先入为主的观念了 这样子 你就要被拘留 拘留就是拘留 你要拘留十天 就是要待在拘留所里 而且啊 那个日本的警察 他就是一直会跟他讲说 啊你就承认你有错 然后之后就罚钱了事 之后都不会留案底 就一直怂恿他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这个现况 是日本才有 还是台湾也会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原本我以为 就是警察是 站在正义的一方 没想到警察 居然是这么的 就是 就是完全 非常颠倒是非的一个单位 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失望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就查到这个 呃 就是这个 贤猪手事件部的电影预告啊 我就看到有人留言 就是有人就讲说 干嘛这样 就是在台湾的话 就是根本就 呃 如果罪证不足的话 就是直接五罪释放 还有什么好说这样 干嘛吵 吵半天这样子 然后就有个留言 就说你不懂日本 就算没有做 逃跑是第一原则 为什么呢 因为定罪率是高达九成 哦 所以日本真的是一个 我 我应该说是官僚吗 对啊 这个是一个很官僚的地方 我不知道 他就说 如果你要证明是没有摸的话 那是很难的 除非你手断掉 不然是不可能打赢官司的 如果你进了警察局 通常会被留一周以上 被拘留一周 然后呢 等待律师跟受害者去沟通之后 最常可以拘留23天 就是一直待在里面哦 然后呢 就通常会搞到庭外和解 如果你坚持不和解 就是说我就是没有做啊 也不想要赔钱了事的话呢 一旦定罪 你这个人就完蛋了 你这一生就毁了 因为你在公司升迁啊 会受到影响啊 女职员可能会另眼相待啊 然后呢 就是你的老婆 也可能会跟你闹离婚 总之就是一个 黑白的人生 对对对 所以就是当你就是被误认为 你是一个吉康的话呢 你就是赶快 赶快说对啊就是我 然后付一笔钱就可以走了 可是这个金子车瓶 他并没有这样子 他就想说 我就真的没有做呗 他就开始了 他漫长的这个诉讼 所以如果是你的话 你身在日本 然后你没有做 那当那个警察 然后你也知道日本会这样子 然后警察也跟你说 付钱了事 然后不会留案底 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就是 以我这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我真的会觉得 这非常不合理 可是坦白说 我后来 你这样子跟我讲了 这些话之后 我就会觉得 我可能会付 我可能会付钱了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时间 对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对对对 而且你付的这笔钱 其实也没有比 后来你要请律师啊 这些还高 对 我就觉得就是好 就算我真的觉得很衰 但是我就想说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 是觉得上帝 因为我信仰是告诉我说 上帝他才是有资格审判我们的人 对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 我就是因此而冤 很冤 那我就只能说 我今天真的很衰 可是如果 当然我如果在台湾的话 我不会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司法 可能会比较 也许比较公正吧 也许 但也不是 其实台湾也很多冤狱 但是我觉得 我会看这个情况 因为如果是我真的是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完成 我会觉得 我会告诉自己说 因为我没有罪 所以我可以 我才有资格去审判 对 我觉得 那我就当做是 好像我今天 就是掉了钱 这样子 如果你身边的 比较亲密的人知道 这件事情的话 你也觉得没关系吗 因为我会跟他讲清楚 我会跟他讲说 那个时候 因为怎么样 所以我这样子 可是你就好像承认 你自己有做 没有 因为我要跟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的是 如果你自己觉得 你没有错 但不代表你承认了之后 就是有错的 对 因为我觉得 真的我自己讲说 就是只有上帝可以审判 对 那这部片 他就是完全的点出了 这个日本社会的 一个最大问题 他就 那个网友 他就讲说 在日本 可以骚扰下属 可以外遇 可以上酒店 你就是不可以在电车上 性骚扰别人 因为你如果说 你被 一旦被定罪的话 那这人生就 完全是黑白的状态了 所以人家就说 什么 日本啊 是一个犯错 会被无限放大的社会啊 如果公务员 他提早三分钟去吃饭 那他可能就会被 就是 就是定到死掉 这样子 更不要说是成为 性骚扰的嫌疑犯 那真的是 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呢 赶快付钱 赶快跑吧 这样子 可是他没有做嘛 就是金子车瓶 他就想说 我就真的没有做 他想要否认到底 然后呢 他就 被拘留 然后就是在拘留所 就认识了一个 里面的犯人 不知道他是做什么事情 可是他就是很懂 他就是很开心 他就是很懂 这个 就是流程 他是故意累犯 然后 好像蛮喜欢 就是里面的 我觉得他会不会是 想要吃老饭 免费吃老饭 因为有些人搞不好 三餐不计的话 他可能就是 故意犯罪 而且都是犯那种 就是不会 很惨的罪 就是可能 只能在里面 拘留几天 这样子 我也不晓得 真的有这种人 对 那这个男生 他就是 他就是 金子车瓶 他就是在这个 拘留所里面 遇到了这个 好像有点怪怪的阿伯 可是阿伯好像很熟知 就这一切的流程 等一下你要去什么地方 可是你不能说话 可是你可以吃什么东西 这样子 他就讲了一句话 因为在这部片的一开始 就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色狼 那他刚好就是一个 中年男子 然后真的是有做 就真的摸了一个女生的屁股 然后就是被扭送 他又真的被扭送了吧 就是到那一个 就是警察局 还是怎么样的地方 然后 警察就说 你不要在那边 就是瞎说 你赶快承认好不好 他就说 我没有就是没有 然后可是呢 就是那个警察 就在他手上 用那个胶带 类似胶带的东西 粘他的手 就说 我就来看看 你的手上 有没有这个 女生内裤的 这个纤维 对 这个是 只是一种说法 还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后来就是法庭上 不是有讲说 其实也不能够完全判定 你有 你手上有纤维 就是跟他是一样的话 就一定是 有摸他屁股嘛 可是好像是 确实是有一点关联的 不管如何 这个中年大叔 被吓到 说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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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是我 这样子 啊我如果说 我被你就是 被扭送到警局的话 那我就完蛋了 这样子 我这一生就毁掉了 我还是付钱好了 这样子 但是你看 他真的有做的 反而就是 之后又可以 排排屁股走 对对对 好那刚刚提到 这个金子测评 他认识的 这个中年怪大叔啊 这个育友呢 就跟他说 你看刚刚那个男生呢 被放掉了 对不对 跟你说他怎么样 释放 就是指释放的意思 他被释放出来了哟 就是这个 明白了解的意思 你知道他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他说 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出去了 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出去了 的一个 就是上班族的意思 就是寿星阶级 然后呢 这个怪叔叔就摸了一下 那个金子测评的屁股就说 就是这个事情啦 就是吃汗啦 吃汗 这样子 就是一个色狼的动作啦 这样子 然后这个人 他就是已经被释放 因为他付了钱这样 所以他是 他在讲说 就是 这种吃汗啦 他们就已经是 惯犯了 他们可能就是 因为他们有钱 所以他们就是 可能就是摸 然后没有被发现 就自己赚到 对 然后有被发现 就付钱了失 对对对 这样子反而会助长 日本 就是吃汗文化 会永远下去 因为其实这样子 大家就觉得 反正就是 这个公式 就套用就好了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 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相信 受害者 就会说 那个女生一定是 说的是 一定是对的 这样子嘛 对 然后就是 金子测评 他觉得不行这样 因为他觉得 即使如此 他就是没有做嘛 所以他就想说 那可能有什么 其他的律师的咨询服务 他可以利用的这样 然后那个叔叔就跟他讲说 我们有一个 就是值班律师 可以询问 那第一次是不用钱的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律师 来跟他讲这样子 他就讲说 你现在如果不认罪的话呢 你就要留在拘留所里面 如果一打官司的话 直到被害人 陈述解数 你可能三个月是出不来的 就真的是很衰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 我认识被关半年的人 只要 当时如果是他有承认的话 他五万日元就可以出来了 可是呢 他被关了半年 对 然后后来就是 对 可是而且 如果你打官司的话 也不保证会赢 这个有罪率 就是 有罪率 是 99.9% 就是99.9% 对 也就是1000个案子里面 只有一个是无罪释放 而且 就是你 就算是真的没有做完 最后会无罪释放 可是你浪费了时间 各方面的 我觉得你人生也就是 一团乱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 在日本我就会 就是自认倒霉 唉 在台湾的话呢 毕竟你在台湾 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也不敢讲 但是我觉得 我相信台湾的法律 比较不是那么官僚 我相信 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日本人 他们真的就是有一种 就是会把很多那种 就是 就是被害者 放大 然后就是对于人性 就是很 都用放大镜 就是道德标准很高来看 对 然后就是官官 这样子相扣啊 对对对 其实我最近 我很支持一个团体 其实我 我还特别捐钱 就是 因为我真的觉得 人权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这个 世界特色组织 对 他其实就在 就是为很多冤狱 或者是一些 一些 就是没有人权的一些案件 辩护 对 就是保护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很重要的事情 对 他其实也有在保护一个 台湾的一个冤狱犯 哦 对 对其实台湾也是有 而且特别是过去那个时代 因为过去 就是这样刑囚什么的 是非常 虚打成招 对 所以说其实过去 我们台湾 其实有很多很多相关的案件 就是包括你说 白色恐怖那些的 对 有很多冤狱案 其实是 现在他们都是 一直都没办法 获得正义的伸张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 可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正义 我觉得很难理清嘛 那特别是像这种非礼案 因为就是除了当事人之外 就是那个被告者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只有那个被告者 知道自己有没有做 那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嘛 就算是那个被害人说 就是你就是你 可是搞不好只是因为认错啊 因为他就说 那个衣服的颜色啊 就刚好是那样 可是上班族的男生 穿的衣服不都是那个颜色吗 都是比较偏暗色系的 深蓝啊 深黑啊 等等的嘛 他就是觉得说 那个人 我当时握到的那个手的衣服 是这个颜色 差不多那个颜色 应该就是他吧 他也不能够完全的断定 可是觉得说 我要找到一个人 因为我之前 曾经也是在 就是这个女生 他说 他在电车上也遇过很多次 被色狼偷摸 可是呢 每次去跟警察说 警察就说 你没有抓到那个本人的话 没有现行犯逮捕的话 你根本就没办法把他定罪 所以呢 你必须抓到他本人才行 这个金子测评就这么随 就被他抓到了 嗯 对 好 我觉得男生真的很可怜 因为男生他会看A曼啊 或者是家里有一些收藏啊 或者是说 他其实是男性 我觉得是男性就是一个原罪 就是好像就有动机这样子 所以我就要分享一个 他后来就是因为一些转介 就是认识了一个 叫做荒川的律师 荒川正义律师 这个人是由 一所广司饰演的 对 他底下有一个小律师叫做 一个女生 叫做须藤栗子 嗯 那这个女生也很有名 她是那个赖户朝乡饰演的 哦 他就讲说 他一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很 很能够认同 这个人 他真的没有做吗 他虽然嘴上说没有做 可是其实 谁会承认自己 有做过这种事情呢 就是他就觉得说 这个男生 因为他是女性啊 对 因为他女性 他就会比较觉得 被害者 就是那个15岁的那个女生 他要站出来 是很需要勇气的 他会投射自己 是女性 然后会觉得 那个被害者 很可怜的心情 可是身为律师 他是要 为这个 这个男生辩护的话 他不能够有 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必须要把 那个前提给剔除嘛 对 这个叫做什么 无罪 就是那个叫什么 有罪 有罪推理原则 对 有罪推理原则 对 就是如果你是先 就是先把他判有罪的话 那其实你就是等于 你不用帮他辩护了 对 就是你心里 就是觉得他有做嘛 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须藤律师 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个男的很可疑 因为他是个男的的关系 他就跟一所广司说 他说 女性がどのくらい勇気を持って 犯人を捕まえると思いますか と思いますか 是认为觉得的意思 你觉得 女性是女性的意思 が 他要 どのくらいの勇気を持って 就是他持有多少的勇气 才能够 犯人を 犯人是犯人的意思 を捕まえている 才能够抓住他呢 他要鼓起多大的勇气 才有办法去把这个 对他做这种事情的人 抓住 然后他就说了 怖くて 恥ずかしくて 怖い 去掉 いざさんくて 表示的是 害怕 既害怕 而且又 恥ずかしい 去掉 いざさんくて 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又羞又怕的关系 他这个害羞是什么意思 是害羞的意思 好 然后呢 因为他是这样的心情嘛 他又羞又害怕 当他 さいばんになれば なれば表示 假定的意思 如果呢 一旦走上官司 这一条路的话呢 さいばん就是官司 打官司的话 ほてで 就要在法庭上面 しょうげん しょうげん就是 正言 正言的两个字 不是正言法式的正言 是提出证据言论 那个正言 しょうげん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ですよ 好 就是说 你如果说 走上官司的话 你就要不停的 在你的法庭上面陈述 我是如何被害 然后就是 这么的不愉快的心情 必须一再的重复他 这样子 所以他就指说 女生他有多大勇气 才能够做这个事情 如果 他如果真的不是受害者的话 他不需要这样 去指证别人嘛 对 对 所以这个 律师他的利己点 我也是可以理解 对 可是我觉得法官也不能会 也不能觉得 就是法官或律师 也不能觉得说 女性要有多大勇气 然后这样 然后他不能 他 因为他会觉得女性 他没有理由 要去诬告一个男的 对 就认为这个女的 其实 就是 是对的 是啊 因为其实也许是 他的确也是 也是一个受害者 没错 可是不一定是 这个男的做的啊 对 对 那如果你把一个 就是没有做的事情 反而说他是有罪的话 那其实你不是也是变成一个加害者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一所广司 听了他这一期的话 就觉得说 你这样说不太对啊 虽然你说什么 性犯罪 如果说一旦 无罪释放的话 他之后很有可能会再犯嘛 可是 我们不能够 先把他概观定论说 你就是有做 这样子嘛 他就说 非理犯的冤狱案件啊 清楚的点名了一个 日本的这个法制的现况 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就是 如果你确信 委任者就是犯人的话 那你随时可以辞掉这个案子 因为你根本就是 不能够帮他辩护了 你没有那个立场 不能够就是 真正的为他 伸张正义这样子 对 那这个案子 开庭了很多次 那首先他 他遇到的第一个法官啊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 蛮温暖的一个人耶 他虽然是法官 可是他会就是 用比较温和的语气 说你帽子要先拿下来 在法庭上面 或者说 其实大家可以挤一挤 如果说旁听人这么多的话 大家可以挤一挤 还是可以听的这样子 属于那种比较有弹性的 比较不会就是 一翻两顿 也弄一板一眼的那种法官这样子 他就是 在这个法庭上面 就当然是 会听取大家各方面的意见 然后做出一个判决 可是他最后还是 还没有到判 就是等到他判决 就是 法官就换人了这样子 可是这个法官呢 给我一个 很深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 法官也是人 他并不是一个 全能的神 他可以就是 控制一切 然后这个 法庭上面呢 就是会有一些研修生 就是那种 可能是已经 通过法律的考试 然后就是要在现场 实习的一些学生这样子 对 然后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就是这个学生就问他 问这个法官说 请问就是 你觉得 你在 难道你在这个判案的过程当中 你都没有遇过 一点点的那种心情 就是 心里觉得 这个人应该还是真的有做吧 然后就想要帮他 就是判一个什么罪 这样子的心情过吗 他的答案是 他说我们当法官的 我们最大的使命 其实是 不能够让 无罪的人 被定罪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他就 他就问了这个问题 问这三个研修生说 刑事裁判 就是指刑事的官司 他说 最大就是最大的 是使命的意思 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问这几个学生 有人就想说 是要把这个事实找出来吗 还是说要追求公平呢 还是追求 有一点公平的感觉而已 他就说都不是 他说 最大の使命は 無実の人を 罵してはならない 無実是无罪的意思 無実の人是 无罪的人 不能够去 罵してはならない 就是 罵して 就是 惩罚的意思 不能够去惩罚 那些没有罪的人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 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自己发现 无罪这些 这个汉字 居然是写无实 对 就是可能没有犯罪事实的意思吧 好好玩 对对对 不是无罪 是无实 对 那总之呢 就是这个法官 是大森法官 他最后还是被换 换掉了嘛 对 好像是因为 对因为判无罪 对法官来说 其实特别是这种 菲利案的无罪 如果他判很多的话 大家觉得他是恐龙法官 嘿 这我们台湾也有啦 就是那种就是杀人案件啊 就是舆论啊 还有媒体都会施加压力嘛 可是的确我觉得那样子的官司 如果是台湾那些就是那种杀人啊什么的 然后还判就是那种 就是无奇徒刑或什么的 可能就会被骂 骂翻嘛 可是这种菲利案呢 就是我觉得他比较 舆论也是会比较偏向就是 被那个被非礼的女性 对 如果是他真的判无罪的话 的确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是啦 对 我觉得法官是 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是 还蛮为难的 因为如果真的证据不足的话 他也真的只能够 就是要根据事实说话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部电影的导演啊 他就是有在接受一个媒体专访 就有提到说 他就觉得说这个很不合理 因为其实法官也是有业绩压力的 他就是一年可能要判多少的案件 是有罪的啊 才算是他有就是判人家 可能就是有一个业绩 然后呢就是也因为说 如果这个案子他拖太久的话 就会被人家说怎么弄那么久 没效率 对怎么又这么弄那么久 都还没有一个结果出来 这样子 那结果出来之后就是 大家会觉得说 哦这个人有罪 哦这个人无罪这样子 就好像是就直接说 哦这个人是坏人 哦这个人是好人是没事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导演他就觉得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日本的法律到底是怎么了 他就想要拍一部片 来这个描述 这一个日本的法治的现况 是他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部很值得大家看 而且看了之后其实会 重新的去对于很多判决 去去反省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那些 好像都是好像是一个 最后的结果 对 可是如果没有参与过程的话 我们真的不能随便的就 为一个人定罪 没有错 真的是这样 对 那后来就是换了第二个法官嘛 这个法官我想你应该很熟悉 他的脸一看就知道是谁 小什么什么日向文 就是 没有 因为我都是叫他就是 生存家族的爸爸 那个头发 就是秃头爸爸 对对对 小日向文士 我觉得他很适合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很会演戏啦 应该是说他真的很会演戏 他演什么都很棒啊 对他就演一个 比较冷酷一点点的 没有他是带着微笑的 他常常带着微笑 可是他讲出的话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点 就是冷血在那边笑匠的感觉 没有那是因为他的判决 你会觉得这样 但是他其实 他也是 他也是就是笑笑的 可是他其实有很大的偏见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判决之前 我觉得 他让我觉得他有点一板一眼 当然有点不舒服 就是比方说 刚刚前面第一个法官说 大家就是可以挤一挤 就是旁听没有关系 可是呢 换他他就想说 超过20个人 就是20个人以上 那个其他人出去 这样子 他想要很严肃的判决 就是 对对 那总之就是后续 有开了很多次听啊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疲劳轰炸 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 没有罪 没有做 然后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个过程 当你把它拍得非常平易近 而且是很浅白的 完全不会听不懂 而且还可以顺便学到一些日文 我觉得蛮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呃 如果大家站在人性的立场来考量的话 我真的就觉得加赖亮绝对是无罪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有罪的 的话 他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就是职业级的痴汉 他怎么可能会浪费人生 浪费到致辞 就是让自己一直耗在上面 而且他的常常就在辩护的时候 他都会哭 就是甚至会哭 会气愤 那完全我觉得不是一般 就是有犯罪的人会有的样子 搞不好他就是想要 就有一个自己的清白啊 就是不想要 人生留下污点嘛 就是一定要就是 呃 就是要 要坚持到底啊 可是他为什么 如果他是 就是如果他是为了想要 不想要留下污点 这一件事 为什么他不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付钱就了事 就不会留下污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呃 就是像那个 一所广司 他有找 想要找那个 就是他的 就是你说的那个 值班律师来当证人嘛 但是被法院驳回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证人 他也是很重要 他 他如果出庭的话 他可以说 哦那是因为我 我那时候跟他说的 就是你一直打官司 其实是对你不利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把这件事 讲出来的时候 法官也会判断说 哎 既然就是律师都已经这样讲了 你还是不肯退 表示你是真的有可能是清白的 不是吗 如果是我 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在想说 反正法官都不会觉得 这男的他一直想要上述 这样子的过程 不会是 呃一个 很反常的状况吗 嗯哼 确实啦 嗯 我就是在 就找资料过程当中 看到一个 就是导演 他说了一段话 对 他说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吃汗啊 设定是26岁的男生呢 嗯 因为如果说 一般来说好像吃汗就是四五十岁啊 对 就是一个色老头嘛 26岁 就是相对年轻的 对 然后呢 他又没有正职工作 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重要 是 他说 因为他是没有正职工作 也就是他根本就 他没有丢工作的疑虑 对 所以他如果真的没有做 他就会真的说 我真的没有做 他没有那种怕丢工作 然后 而且他也没有家事 没有蹊跷嘛 也没有那种 就是对不起老婆孩子 那样子的疑虑嘛 也没有什么 无法升官发财 那样子的可能性 对 所以就是 用这个人物设定来表示说 他想要 用这样子的主角 放在这个电影里面 去刻画出 单纯的只有官司 这件事情 对 不然的话就会变成 哦 如果比方说 就是老婆孩子在现场 在就是 呃 在这个法庭上面啊 就是可能要拍一下 这个老婆的样子啊 拍这个小孩子的反应啊 拍妈妈的样子啊 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家庭剧了 但是他有妈妈啦 对 他有妈妈来 对对对 那这个妈妈也是演得非常好 他有得到 因为这部片得到女配交奖 的确他真的演得很好 对 那总之就是 这部片到最后 其实第二个法官 并没有把他判成无罪 还是判有罪 而且还要关三个月 对 可是还是可以上诉 即使三个月 也不算很长 因为他毕竟也在这个法庭 已经快要半年了嘛 但是 就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精神的监牢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没有错 但是你却把他关三个月 真的是 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觉得他真的会 每天都很痛苦 对 那这个过程当然就是 男主角的朋友啊 妈妈 还有一些就是 有心人士都来协助嘛 帮忙旁听什么的 都给予一些力量这样子 然后这个判决结束之后啊 那个一所广司这个角色 他演的这个荒川律师 他就讲说 其实呢 法官会这样子判决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其实他们也是 倍感压力嘛 他们有就是业绩的压力啊 他们有就是判别人无罪 可能社会舆论会有压力嘛 可是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 他说 怖いのは 怖い是可怕的意思 可怕的事情是 99.9%の有罪率が 99.9%的有罪率 有罪率是怎么样呢 裁判の結果ではなく 裁判就是打官司 の結果是结果 这个有罪率99.9% 并不是一个宣判的结果 而是前提になってしまうことなんです 前提就是前提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判的时候 根本就是想着 你就是有罪啦 所以我才把你判成有罪 而不是一个结果 并不是因为 就是前面有一些调查 有一些资料的整合 之后才觉得说 你是有罪的 他心里已经这样想了 对 所以你知道他后来 他真的找到了 那个坟领族的时候 我原本以为会翻盘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他是一个很关键的证人 没想到 还是没能 对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想要分享一个 就是我最近刚好在看一本书 叫做 潜意识正在控制你的行为 嗯 对 那这本书呢 他其实里面有在讲到说 我们的记忆会骗人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 潜意识所左右了 对 就包括说 他有曾经分享过就是 在美国有一个女生 她被一个性侵犯 性侵的时候 她一直看着这个男的脸 但是 就是仔细的记住她的样子 但后来 对但后来就是 就是当警方给他举证 就是有这几个人的时候 给他选 对 然后他就选择一个人 然后是 那个人是完全无罪的 就选错人就对了 对选错人 然后后来才就是 就阴错阳差之下 才让他知道说 哦原来 这个其实是另外有一个 真正的凶险 所以那什么真凶跟那个 他指证错的那个人 是长很像是不是 对 是长很像 你看啊 但是 但是还是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人的记忆会骗人 你是有一个经验 就是其实你小时候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记忆在杜撰的 你知道吗 就是譬如说 我一直记得 就是在某 就是可能是 国小三年级 我做了一件事情 但后来我们在 开同学会的时候 才发现 那件事情 事实上是发生在 国小六年级 哦对 对 其实很常会这样 就是我们会深信 我们相信的事情 对 那这个法官他也是啊 法官觉得 他已经一开始 就是认定是 这个男的的时候 对 即使这个女生来 就是作证 对 他一样他会去 就是一直听他的漏洞 去淡化他的存在 对 他听他的漏洞 对 然后去 就觉得合理化 就是 其实他这样讲 可是我还是觉得是 就是我觉得 这个是很难的 很难去翻转 这是一种 确认偏误吗 是 而且 我觉得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看这本 潜意识的书 他有特别强调到说 潜意识是一个 非常非常 人类的演化上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演化 的结果 它绝对不是不好的 因为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譬如说 有一个 我们想象我们是 那个原始人 有一个猛兽 来的时候 你如果是要用意识 来思考的话 你马上就被吃掉了 对 潜意识的意思 就是说 他来的时候 你就 有警觉心 你根本就还没有反应 你就直接逃了 对 或者是你听到 有一点点 风吹吹草动就逃了 对那本书非常的有趣 它也讲到很多很多事情 譬如说你相信吗 就是盲 有一种人叫盲视 就是说他眼睛是正常的 可是他在管理眼睛的 那一个脑的功能 他应该是在后脑那边 有一个就是负责 就是判断视觉相关的一些 一些东西 一些就是 呃 功能 功能的脑 他如果那个地方坏掉的话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像 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人 他其实那时候的子弹 不会整个把人的脑 打成绞肉 他可能就 就只射到后脑这边 所以他就是有的 那个时候会有人 因此而盲视 嘿 对 这样的人啊 你会觉得他 其实他看的是看不到的 他看不到 对他看不到 但是他的眼睛功能是正常的 结尾你知道吗 有人做了一个实验 就很 很玄哦 就是给他很多 在一个走廊上 给他很多障碍物 他居然可以 很正常的穿过那个走廊 他们没有撞到东西 嘿 对 可是这个你很难想象 对啊 因为就 就是他会觉得 就是我前面有东西 就是 这可能像是一个盲人 他其实很熟悉 自己家里面的环境嘛 对 可是他不是因为熟悉的关系 而是 人会天生就是有一个 潜意识去控制 就是让他知道 想要闪躲危险 好神奇哦 非常非常神奇 对 其实人的大脑 其实这个演化是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潜意识的话 我们马上就会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你现在在讲话啊 或者是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 你没有意识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譬如说我的脚 维持这样的动作 然后我的就是眼睛 眼睛要转几下啊 或者是插几下 还有就是 譬如说我分泌口水 脱液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无意识的嘛 对 对 或者是你在开车 你开很习惯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会养成一种 有点像自动驾驶的感觉 对 然后当有一个障碍物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可是你就会很本能的去散它 对 这些都是潜意识导致的 原来如此 对 所以我就说 就是当这个法官他这样判决 或者是人会先入为主 就是或者是那个 比较有那种种族歧视啊什么的 其实它都是人类的演化中很正常的 因为其实这样子的演化 其实会导致你可以避开很多危险 对 比较安全下装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也是 就是只要是人判决的东西 绝对都是有疑虑的 对 因为他不是神 对 所以他就是会有很多人的确认骗物 对 没有错 那总之呢 就是骗子到了最后嘛 那就是这个金子车瓶 他被判有罪 要坐三个月的牢 这样子 然后他就是听完这整个法官 非常流畅的 机械式的 讲完他的判决的结果 跟原因理由之后呢 他就有一段自己的自白 对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子的 他说 僕は初めて理解した 僕是我的意思 初めて是第一次 理解是理解的意思 我第一次理解了这件事情 是什么呢 他说裁判は 裁判他这边是翻译成法院 就是说这个打官司 这个现场 裁判は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場所ではない 真実就是真实真相的意思 把真实明らかにする 就是让它明朗化 把真实就是变得很明朗 就是弄清真实真相的一个場所 場所就是这个地方 可是后面又说了 ではない 就是表示一个否定的状态嘛 也就是说呢 就是法院并不是弄清楚事实的地方 裁判は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場所ではない 他说裁判は是怎么样呢 被告人が有罪であるか 無罪であるか 被告人就是被告的意思 这边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 被告人啊 被告人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告 然后呢 如果日文的被告 只有被告两个字的话呢 是指民事案件的被告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的差别是什么 刑事案件就是像是杀人啊 或者是要就是什么 要由这个检察官起诉的 就是刑事案件 那这个非理事件他算是 他是 其实他可以是民事案件 他其实是可以直接就是和解的 可是因为他说我没有做嘛 最后就是检察官就说 好那你既然说你没有做的话 我就把你起诉 就变成刑事案件了 然后就进到那个 就是赛榜的这一个过程 我觉得那个检察 那个被 就是起诉他那个叫什么 检察官哦 我觉得他非常的不专业 对啊 而且他的眼神一直很 有闪烁 他是一个就是过去可能会 行求别人的那种检察官 没错 他就是会直接说 你在胡闲言什么 我不是问这个 就是他就是很 很这样子 哦你说的是那一个老头子哦 对他会误导 他就是会用精神压力 去给对方就是 觉得就是 好像我觉得很累了 他要让戏图上这个 乔乔亮觉得很累 所以就是他让他承认 但是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专业 真的 那被告就是指这个 民事案件的被告嘛 那他的这个另外一方 就是原告 是原告 那民事案件指的是说 人跟人争夺某个东西 比方说离婚啊 遗产的争夺啊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人跟人之间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杀人 或者是什么性侵犯的话 那可能就是刑事案件这样子 他说裁判は 被告人が有罪であるか 有罪是有罪的 是有罪的呢 还是無罪であるか 是指没有罪的呢 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 是要怎么做 必须要 集められた証拠で とりあえず判断する場所すぎないのだ 这个集められた 是指被收集的 被收集的証拠 証拠是指证据的意思 就是透过这些 收集来的证据 警察官他提供的一些 报告文书资料啊 然后再做了一个判决判断 叫做 とりあえず判断する とりあえず是暂且的意思 反正我看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 现在就先判你有罪好了 或是现在先判你无罪好了 的一个場所 的一个地方场所 这样的意思 对 然后再说一次这句话 裁判は 被告人が有罪であるか 无罪であるか 集められた証拠で とりあえず判断する場所 すぎないのだ すぎない 就是不过是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别的 他并不是弄清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的地方 这样子 そして僕は 而我呢 とりあえず 僕は有罪になった 我呢 就是暂且是有罪的 因为第二个法官 这样判决了我 他说 それが裁判所の判断だ 这就是法院的判断 可是呢 我的判断 我以为我自己的判断啊 他说 それでも それでも 就算是这样 即使如此 僕はやってない 我并没有做 嗯 对 对 其实这一句的话 就是呼应到 我一开始说的嘛 就是 只有上帝可以判断我 对 然后 就是他可以还我清白 然后 其实我自己也知道 我没有做 其实这样子 就好了 对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认为说 当我们就是 有时候我们 我们很执着于 想要争取一个正义 可是 如果你心中是 一直不断要争取 那个清白 当然我觉得很棒 就是我觉得 转型正义 是一直大家都在做嘛 就是现在 我们的政府也很 很推这个 就是以前政府会觉得 为了要就是掌权 所以说就是会有很多 白色恐怖的冤狱案 现在都一一的被 被就是揭发 然后甚至有很多地方 是被叫做不义遗址 就是比如说 当时关这些政治犯的地方 就是一个不义 不公义的一个遗址 对 这些地方 它都被重新的 被规划成一个 就是人权的一个 相关的一些观光景点 你刚刚说遗址吗 对 遗址 哦 了解 那这些地方呢 我觉得 它其实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说 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 那我们 我们一定要 谨记这个教训 不要让人权 就是在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 对 我们真的是要 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说 即使是这些罪犯 他们也是有人权的 特别是这种证据 并没有收集 明确的 我觉得他们都是 平等的 对 对 所以 如果真的没办法 还给这些人平等 其实我们如果心中有一个信仰 就是上帝可以为我们做主的话 其实我们是要感到平安一点的 就是会觉得 一切 就是我觉得真正能有权利的人 还是上天 所以说以自己的清白 跟你自己人生时间的话 两相权衡 你选择时间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人生不能重来 对 你花那么多时间去证明 花了一生的时间去证明 你是没有罪的 可是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好不好 对 但是我也许我未来 我会走上一条路 就是譬如说我会更去 为这些人奔走 对 就是譬如说 就是我可能会很支持 像国际特色组织 这样子的单位 因为我知道 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力量 对 因为其实这种单位 他们是 都是靠募款在生活 而且他们因为是这样的单位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 就是接受政府的 就是任何政府 就是权力的组织去赞助的 他们都是要去用募款的方式 是啊 真的 这样才不会有那种 政治的打压吧 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看过一本书 就是刚好就是这个 国际特色组织做的书 它就叫做世界人权宣言 它是一个就是日本的出版社 就是集结 就是发起的 就是跟这个特色组织一起发起 这个特色组织是来自英国 然后呢 他们就是收集很多 就是世界各国的插画家 就为这个世界人权宣言 这些法条 他们每一个都画一个插画作品 对 我觉得这本书 我很想再找来看 因为它是我小时候看的 可是我觉得 我印象都很深刻 其实说有些法条我都忘记了 可是就永远记得那种人 就是侦破牢笼 就是重获自由的那一刻 因为我觉得 我知道那种冤狱的感觉之后 我特别会去警惕的说 我们不能够随便去 这样子 定别人的罪 对 是 没有错 这部 《贤猪手事件部》非常值得一看 虽然它有一点就是 它虽然有一点长 可是呢 我觉得 就是它的这个剧情的铺陈啊 非常的让人觉得 胜利起劲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要不要付钱了事呢 还是说我要坚持我的清白呢 对 它最后一句台词就是 我要上诉 对对对 那应该是一所广司说 他要上诉 然后最后一幕就是 打向那个东京最高法院 那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到底是如何 好像会有第二集的感觉 不知道啊 到底是真的会 无罪释放嘛 可是他也毕竟 花了这么多时间跟金钱嘛 因为打官司也是要钱啊 这样子 对那我想要 最后就是用中文来分享一下 这部片的最开始跟最后 都有一个句子 对 那这个第一开始的时候的句子是 即使放过十个真犯人 真的犯人 也不要惩罚一个无辜者 诶这跟我们一般的那句话 是相反的 对 宁可错杀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人 哦 就是反正就是 不小心杀到没有做的人 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都有杀到了 就好了 这句话 这句话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就是 非常不负责任 很多那些冤狱的人 对啊 就世人命为什么啊 因为这样真的会毁掉很多的人 灵洗 对 对那 然后呢 就是这个片的结尾 最后的一句话叫做 请你们用 你们想被审判的方式来审判我 意思是说 你要有同理心啦 嗯 就是你怎么样 你希望怎么样被人家审判 你就用那个方式来审判别人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座右铭耶 就是 想要别人怎么对待 你就怎么样对待别人 就是己所不欲 无事于人 对 就是你不要行求人家 或者是先入为主的 直接指责 灌一个帽子给他 等等的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 应该要学习的法治观念 嗯 对 的确 嗯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部片 叫做 我最后想要来分享 诶 你会觉得 你说等一下 你不是说 你不要讲太长 好 你怎么讲我都 因为我觉得 哦 我最后想要来 就是问你一个问题哦 好 你觉得像以前 我们看的那个包工 就是包青天 你真要聊这件事情啊 对 你觉得这个 这 它 它是一个怎么样 它是正义的化身吗 它呀 我觉得 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 真的觉得 觉得大快人心 对不对 它就是正义的伸张人士 这样子 然后就是不管 不用什么城市美啊 各方面的什么乌盆记啊 就觉得说 哇 它一定就是 斩 斩妖除魔 就是惩奸除恶 这样子 嗯 可是呢 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 让我就开始去查相关资料 我才知道说 哦 原来包青天 是一个非常 呃 不受法界人士喜爱的 一个人 这样子 对 对 就是在前阵子 是现代的法界人士 对对对 那就是前阵子 在台南的一个小学里面 出现了狗头杂 虎头杂 跟龙头杂 就是说啊 就是做的比较可爱的样子啊 一个Q版人物 被那些东西就是 可能就是切头 这样子 然后就说 就是我们要呃 呃呃呃呃 彰显这个包青天 就其实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正义的化身 这样子 然后那个小灯泡妈妈 叫做王婉玉 她就说 这样真的不行 她不赞成狗头杂 进入校园 因为包青天 是一个 简审不分 反法制的一个人 简就是检查嘛 审就是审理啊 就是包青天他其实是一个 全部都自己来的一个人耶 嗯 我知道啊 因为以前看那个连续剧 就会觉得他都是在 就是呃 就是会让坏人 被弄狗头杂嘛 所以就觉得他很帅啊 对对对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以前中国 就是没有那个观念嘛 对啦 就是没有像 后来西方 来的那个司法的观念 对对对 那我就是有查到一个 叫做那个 王志德律师 他叫做法老王 他有一个脸书的粉丝转眼 他就有提到说 现代包青天 这个文章 他说很多人都会 期许现代的法官 要像包青天一样 明察求好 可是你知道吗 包青天其实是一个 一人担任警察 检察官 法官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做检察官 跟警察的工作 击鼓 或是 拦叫深渊 我每次讲拦叫的时候 我都觉得 拦叫深渊 我要唱一首歌 天天天蓝教我 对好就是 这个有人击鼓 或是蓝教深渊的时候 包大人的时候呢 就是包大人就会受理 这个案子嘛 他就是 这是警察工作 可是有时候是有 检视官来处理的 好然后就是要升堂嘛 就威呜 然后开始了解案情 调查案件的时候 这个侦查案件 其实是检察官的工作 可是包青天也做了这样子 有时候是会派给这个 现在是检察官的工作 然后有时候会派给警察 或是调查局 或是检察事务官来处理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要 升堂审理嘛 当众宣判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是同一天 像我们台湾都可能要好几年才会 就是 判完一个案子嘛 可是他就是当天就结束了这样子 审理案件判决是法官的工作 包青天 就是一人分事三角 谁知道他那时候给了多少人冤狱啊 对对对 真的 所以啊就什么 还可以去到阴草地府去吊卷啊 或者是可以省一个什么 已经死掉的屋盆啊什么的 其实都是有一点点 我觉得他以一个 以一个文学作品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而且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迷到不行 觉得金钞群实在是帅到爆 对 可是如果是移转到现在的话 真的是不太适合 我跟你讲 我刚才讲到那个人权啊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 就是你知道孙子嘛 孙子兵法的那个孙子 我真的觉得那个 我就是 因为我后来我在看那个中国童话 就是那个汉神出版的那一套书 因为小时候很喜欢看嘛 其实后来发现说 以前中国的很多故事 我就觉得很不很不人权你知道吗 因为孙子他怎么带兵的 他那个时候带兵的原 原则就是说要赏罚分明嘛 然后他就是要怎么样去 他他就跟大家说 就是我可以让一群女子兵 就是那种养子军 嘿 非常有纪律 然后他好像就是别人都不相信嘛 然后好像有听过这个 对然后他就是就是说 好就是现在大家怎样怎样 就是要要听他的口令 然后如果没有做的人 就是杀头 然后那女生都觉得 啊就是假的嘛 就是随便乱做 然后就真的有人就被杀头了 就是对就直接就是把他杀头 然后大家都就很那个 就是杀鸡儆猴是不是 对然后我 就是他这个故事 其实他是 那个中国童话那个故事 他是想要导 就是童话 对 就是他那个童话 他也有历史故事 对然后他其实是 想要正面的导出说 就是军纪这件事情 就是要那么的赏法分明 就是就是上面的人要说到做到嘛 的确是这样子 的确还有正面的意义 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有想过这个女生 她的家人会怎么想吗 对啊 就是现代不可能会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些 中国童话或者是一些历史故事 它可以当做一个过去的奇闻意识 可是你绝对不能把这一些观念 套用在现在的人 对啊 对 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过时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合人权的一种作法 对这样一个决定 可能就是完全左右了 一个人的一生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从我们今天这个故事 我们要 要真的知道说 就是 要用同理心 去看待这些人 对 真的 嗯 好 那你应该没有要演戏吧 我要演什么 我觉得像加赖亮在这部戏里面 我觉得她演得非常的好 就是她 常常都是一副就是 就是 她其实有点 常常就是 那个有点 面瘫的表情 可是她最后面那种 累积的那个蓄积的压力 然后在法庭上 就是泪崩的那样的画面 可是她也没有泪 她就是 含在眼眶里面 而且就是有 她是有脾气 在那个心里面 其实但是在这个时候 到底要我讲几次 这种感觉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时候 我会觉得 非常的真实 因为如果你 你能想象 你在那个法庭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然后在这 这半年来 每天每天都在讲 我没有罪 我没有罪 可是大家全部都是 用各种 挑你语病的方式 在到你重新的 一直不断的在 就是你又 就是会 很多很多时候 就是你会知道说 人性是多么的黑暗 有些人就是 很多人都会把火马 讲成死马这样子 对 你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 你很难保持理性 对 对 然后那你在这个 崩溃的时候 法官又会觉得 你就是 你是 你太情绪化了 对 而且就是你 不知反省 因为他自己觉得 你有罪的时候 你就是你这样子的态度出来 他就会觉得 你最佳一等 就是 太情绪化 好来说 很多法律的东西 其实要 胜利其境 才会知道说 原来 哦原来法官是这样的生活 原来律师是这样的生活 对啊 原来被 就是在 只是几个电车 然后被抓到是吃汗 被误告是吃汗 会经历这样的生活 对 如果在台湾 你遇到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可以的话 来留言告诉我们 或是给我们五星评价哦 好 OK 好 那先这样啦 好 拜拜 拜拜